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多米尼加对阵意大利 那么今年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呢 这个第一组总共包含12支队伍 那么这12支队伍呢 基本上是按照目前世界排名来设计 但是由于本次呢多米尼加呢 他们的一队呢是参加了这个范范迪敦会 所以呢是派二队来参加世界女排大奖赛 所以确实从前面的这个第一周 包括这个第二周的比赛来看 这支队伍啊是缺乏竞争力的 比赛开始 这个第一次呢没有形成进攻 今天我们一张很高兴呢 请到了李永担任我们家兵 那么李永你看啊 就是这支多米尼加队呢 我们之前也转播过他们的比赛 基本上都是大比分落败 看来呢他们也是准备来练兵 这支队伍呢普遍是比较年轻的 缺乏大赛经验 而且呢给人的印象呢基本功缺乏 技术呢比较粗糙 这支意大利队呢 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所有的主力阵人 但是呢他们的主力框架还在 所以呢依然是存在较大的竞争力 不过呢在本战当中啊他们是昨天一比三输给了中国队 那么到目前为止保持不败的呢就是目前世界排名前三名的这三个队了 排名第一的美国排名第二的巴西以及排名第三的中国 到现在为止是保持不败 从现在的趋势而言这三个队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呢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而且美国是东道主啊 他们直接获得参赛资格 那么其他的队伍呢比如说今天大家看到的啊 现在博赛地发球意大利啊 包括还有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的日本 另外俄罗斯这都是角逐组决赛门票的有力竞争者 这一船确实水平还是欠缺 今天这个开局呢就是说作为这支多米尼加来讲呢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就是跟意大利啊或中国这样的强队呢多学习 积累经验 按正常来讲意大利和多米尼加队对抗 相对他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因为大家也知道多米尼加队他不是来的一线阵人 对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他的表现 嗯 昨天他对日本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打的不是非常的理想 虽然日本他出的是二组的队员 就是替补的队员跟他打 但是多米尼加队应该说在场上打得非常的混乱 是 今天我们一上来看到应该说 意大利对他基本上主力阵容还是跟这个多米尼加队来对抗的 但是意大利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二号马里诺夫 七号古一吉 另外呢八号 八号是跟那里 还有大家看到十一号 十一号是克里斯蒂娜 齐里切拉 所以呢从这个今天的阵容来看 包括十七号迪乌夫也在场上 还有波赛蒂 就是说意大利今天的阵容基本上是他们的主力阵容 就直接发球得分了 多米尼加这边呢 只有人是二号 佩雷斯 有七号德拉克鲁兹 十一号马丁内斯 十二号罗贾斯 十三号是 隆东马丁内斯 还有十四号钢萨雷斯 洛佩斯 二十号 罗德里克斯 从这次到目前为止就是三强 美国巴西和中国这三强呢 相对来讲呢 就是阵容是比较完整的 巴西呢有一些变化 巴西呢 比如说像塔伊萨 谢拉这样的队员是没有参加今年的大奖赛 现在用的这个接应呢是乔伊斯 但是他呢 巴西我们都知道 他们人才济济 板灯深度很好 所以巴西呢 依然是表现得非常稳定 美国队呢 是以去年试锦赛冠军为班底 冠军班底 中国队呢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目前呢 是这个老中青结合 挖掘了一些新人 今天的开局还可以 六平 跟着李维拉的进攻 意大利狼网出界 东明加队呢 他们的这个绰号呢 是 加勒比皇后 那么 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 实际上呢 他们在这个地区啊 水平是非常高的 女排的水平很高 包括去年 在意大利举行的试锦赛 他们表现也还可以 地团不到位 长网 意大利队应该说 他整个的这种 篮房的系统做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但是今天的开局呢 我们注意到 多明加和意大利 能打成这种局面 还是可以 有一定的进步 刚才看一下 这是七号古一级 古一级呢 大家很熟悉啊 来我们中国联赛打过球 另外包括十六号波赛地 波赛地呢 在这支意大利队当中呢 还算比较有经验的 一个球员 意大利 他们的 现在的教练呢 大家应该是 非常熟悉的 波尼塔 波尼塔呢 曾经 应该是 本世纪初 就执教过意大利女排 当时呢 是带领意大利女排呢 在一系列的国际大赛 包括世纪女排大奖赛 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后来呢 波尼塔又执教过波兰女排 还执教过一些俱乐部 现在是重新回归 这球又是进攻失误 意大利现在发球的是 巴赫基纳里 这是一个91年的队员 这球接内 我们看今天 东宁家队应该说 在遗传的保证上 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所以他在遗传好的情况下 他的攻应该说 打得还算比较稳定 虽然偶尔有自失 但是他的攻相对来讲 在他的这个水平线上 他前几场的表现来看 打得还算不错的 有进步 王口的争夺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意大利的17号 迪乌夫 身高是超过2米的球员 现在从这个女子排团来讲 超过2米的球员 那是属于稀有的 比较罕见 有一段时间 俄罗斯女排 要好几个超过2米 加梦娃为首 还有是布罗达科娃 这球点飞了 东宁家现在 基本上是这种心态 输少当赢 从世界女排大奖赛 就是打到现在为止 这土耳其的让我们觉得 有一点意外 其实土耳其队 论实力应该还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 还没有走土耳其的比赛 所以土耳其的现在的成绩 是比较糟糕的 打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 在第一周的比赛结束之后 多米尼加和土耳其 这两个队都是零分 就是一分没拿过 然后接着再往这一周 我们看 到现在为止 多米尼加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土耳其也同样 就是现在两个交白卷的球队 比比利时好歹 在第一周他还拿了三分 多米尼加队主要 他来的不是一线队 不知道土耳其现在 他的队伍的情况是如何 意大利马里诺夫 连续被篮啊 进攻的节奏还是太慢 这球基本上传的是高举高打 这种 这种慢节奏的进攻手法 意大利的往口优势 还是可以发挥的 主要还是 一传的质量比较差 虽然能够接起来 但是不太到位 今天已经好多了 基本上球还能接起来 在三米线还能组织起有效功 在前面几场球打的 多米尼加应该是 第一场在宁波站的时候 跟中国队打 基本上三局球 一传就没怎么接起来 属于一个崩溃的状态 世界女排大奖赛呢 从93年发起 截止到今年的第23届 那么在过去的22届当中呢 巴西是夺取了其中的10次冠军 美国呢也是有5次冠军 中国呢 应该是在2003年 有夺一次冠军的经历 在07年是荷兰拿过一次冠军 那么其他呢 俄罗斯是三次 古巴拿过两次 那么从去年开始 这国际排联呢 是扩军到28支 那么28支呢 主要的想法呢 还是希望进一步的推广拍拳 让更多地区的人呢 来爱上这项运动 所以分成了三个档次 第一档次呢 12个队 但是从今年这个第一档次来看呢 就是多米尼加拖了后腿 这个绝对是名不服食啊 这样一个阵容是配不上第一档次 我们可以从刚才的这个防反当中啊 可以看到意大利对他的这个整个的防守阵型 是非常的严密的 其实多米尼加队在前面几场球 对阵别的队的时候 他这二船这二次掉球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虽然他整体水平不是非常的理想 但他二船这二次掉球突然性 和他最后尾掉下来的这个点 掉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别的队成功率是很高的 但是对意大利对意大利在防守阵型上做得是非常好的 意大利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主教练伯尼塔是在去年三月份 职场教编 现在也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他上任之后呢 一直也是引进了一些年轻的队员 逐渐把他推上一线 推上主力 包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奇里切拉 这样年轻的复工也都是这样 你像迪欧夫是93年的 这个2米02的接应 其他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身高1米95的复工奇里切拉 这是94年 就这些队员呢 都是在伯尼塔 第二次执教意大利国家队的时候呢 把他们逐渐的推上前台 到了一个主心谷的位置 对 其实意大利队他在欧洲这些队里面 他还是比较特定的 攻防的转换速度啊 蓝防的阵型啊 还是有他一套东西 但他问题就是现在为什么 打不到这个世界的顶端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就前面 他跟中国队对抗也好 还是跟强队对抗也好 他的这个端进攻的这个定点进攻的篮网的硬实力还是差了一些 你看他两个主攻高度啊力量啊 就是个人的这种突破能力啊 确实是弱了一点 虽然手上有变化有手法 但是你的这种反击的大多数的球都是靠这种强攻来突破的 没错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意大利队正如林英讲的一样 他们的特点就是也同样比较全面 是属于这种快速多变 就亚洲的快速多变 他欧洲的这种力量派呢 相结合的一种全面风格 但相对来讲呢 就是他现在的主攻的实力要稍稍偏弱一点 像以前的这个科斯塔格兰德 那么年龄类也就逐渐的偏大了 那么所以这个年轻的主攻理念呢 并没有说绝对的这种大主攻 没有 他还不像美国 然后他两个主攻位置没有一点强的 是 光靠接应接应迪欧夫这一点又不是非常的稳定 没错 又不是说我一板球就是成功率非常高的那个队员 最加上失误也比较多 所以他这个队伍现在来看这批年轻队员 起伏性还是非常大的 没有特别一个硬的特别实力的存在着 没错 迪欧夫就是他有天然优势有高度 但这个队员呢 其实他的弹跳并不是很突出 而且呢偏慢 他的下手不是很快 大家现在注意到就是前排的这两个队员都是伯尼塔呢 上人之后重用的 11号奇里切拉 这复工 这复工不错 包括还有就是17号迪欧夫 现在是波赛地发球 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当中呢 有两个波赛地 波赛地姐妹 一个卢西亚波赛地 一个塔特里纳波赛地 第一个塔特里纳波赛地 看一下刚才这个录像回放 应该是触到网 所以大屏幕上显示就是挑战成功 如果挑战成功 那你这个挑战的机会还在 引进这个录像挑战系统 实际上大面积是从去年开始 从去年的这个男女排的实际赛开始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逐渐的 这样一个新规对广大的球迷 还有包括球员所接受 因为他确实能够避免一些关键球的这种误判 但是这种挑战它是有次数规定的 不能多 一多的话会影响比赛的进度和时间 所以什么时候提出挑战 对于教练来讲也是一门学问 也是考验你的眼力和水平 这第一局比赛呢 实际上多米加也就是开局的时候 还稍稍地做了一下抵抗 随后又是进入到他们一贯崩溃的轨道了 又是记录台出现问题 嗯 记录台 昨天日本跟多名家打的时候 也是记录台出现问题 出现了很长时间的 嗯 赶紧比赛 嗯 赶紧比赛 这日本举办排球比赛非常多 不应该出现 按说不应该 因为排球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 日本无论是男排的国手还是女排国手 知名度很高 而且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这个日本女排的成绩不错 从这个世界女排大奖赛 世锦赛 伦敦奥运会 最近连续几年都可以 很稳定 所以日本呢 它对这个排球赛是情有独钟的 你像现在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是在日本长期举办 固定在日本举办 今年一五年又要在日本举办世界杯赛 另外呢 还有部分的世锦赛 另外日本呢 本土会举办大冠军杯 也是四年一次 还是给2比02的高个接应迪乌夫 但是这个球没有打死 迪乌夫应该说线有通话的不是非常清楚 通话高点 很长线 但是一般球打得太多了 嗯 迪乌夫现在在技术方面 还是需要精雕细琢 有点粗 你看而且迪乌夫的进攻 节奏偏慢 下手不是很快 他个子高 然后脚下肯定是上步啊 节奏啊 都还是比较笨的 应该是换上了一号索罗凯特 现在换上发球的这些是25号队员奥罗 奥罗这个队员应该是意大利国家队当中最小的 98年 东西家就拿一分就试一分 他这样一个阵容啊 在这个第二档次都没法打 就是进入下一组也都够呛 第一天他打中国 在宁波站的时候打完中国 好多朋友就发微信都说 东西家现在这个队 连我们中国的联赛前三名的队都不一定能打过 应该是打得多 应该打得多 因为咱们中国联赛前三名里面有很多国手 你要搬一队的话 那一大半都是现国手和前国手 他没法跟咱们打 差很多 我觉得不是前三名的问题 咱们联赛中游的队都未见得 狼王啊 最后是通过狼王结束第一局25比13 依然是一个较大的分差 但是这样一支多米一加二队 出现这种比分呢 我们也是觉得比较正常 我们也是觉得比较正常 每天再来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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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here with my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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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队员感觉很好啊 还真是 戒内啊 这大屏幕显示戒内 这样的话就是挑战成功 第二次改由大力跳发 又是篮网 篮网现在这是今天意大利的第八分 中文家队打的这个节奏正好是 意大利队的这个篮网的节奏 所以你看他四号位也好二号也好 甚至他的这种被飞球 意大利队卡的这个时间卡的非常的棒 连续两个大力跳发 戒内 这是一个二号位的长线 应该说波赛蒂在这个主攻线上的篮网的高度 还是欠缺了一些 尤其是对方在动起来的时候 他的整个篮网高度 他就还是大了一点 这个球我还打这么着 迪欧夫是在前排四号位 这个球其实并没有配上 没配上 应该说他处理的还是非常好 左手的调 左手就是在身体下落的过程当中 一个轻调 整个的球都没有保持好 这是刚才是后排进攻尾例 一船险下直接电飞 这是反击组织短听快 幻上十七号马迪内斯 幻上十七号马迪内斯 是应该叫做这个球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 你自己做的 这个球是可以用手 你把球都没有配上 他就没有手 你自己做的 你不说这个球 你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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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继续由卢塞蒂发球 出界 确实这支多米加二队 战术素养还是远远不够 你看他们这二船 传球的这种姿势 手法 意大利打得很轻松 因为现在多米加没有一工 球结不好没有一工 要么就主动失误 要么就只能是电球过往 或者是无功过往 这个挑战怎么样 这次是多米一加挑战成功 有的这个录像挑战系统确实能够避免一些争议去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裁判组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如果说两队在一场比赛多次挑战成功 那这个裁判包括你私线的这水平要打点折扣 是吧 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反省一下 有时候确实也是求速太快 看得不会太清楚 这是难免 就是说裁判也是人有误判 有错判 这个是都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高水平的裁判 作为这种国际级的知名裁判 那一定要尽量的减少错误 迪乌夫在前排的时候 东宁家队的这个球千万不能传得太扎枉和紧 如果让迪乌夫整个把球造住的话 进攻人是很难变化 对 进入到技术暂停8比3 估乌夫他这高度往往轻易战 给对手还是有很大的威慑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 俄罗斯队是平均升高绝对第一的球队 真正的高大化 有那么几年时间 俄罗斯的这个主力球员里面 整个大名单里面 有3到4个超过2米的球 这个是对于女排来讲就相当可怕的 但是现在的俄罗斯呢 有点回归了 高度也在下降 其实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 个子高是好事 但是你必须在灵魂 你不能个子光高 你不灵活之后 打去排球了 还是不是非常的适应 你像迪乌夫我觉得他就是还是有点有点笨了 在排球运动员里面 算不是特别灵活的高个 说明一下还是被动挨的 主要问题你基本上一攻不下去 如果一个队伍呢打不起一攻 也就说明他起码的生存之本就没了 我现在有一攻我才打防防 一攻都没有 那怎么生存 你家队今天不错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遗传啊 还能接起来点 而且前几场就遗传都接不起来 要求他的一攻的成功率 像你刚才讲的 能拿一分就已经很不错了 拿一分赚一分 对对对 看一下篮网啊 10比0 然后失误这个环节 篮网10比0 关键还是在于多米尼加呢 他虽然现在这场球啊 像林颖讲的一样 他球还勉强能接起来 但是接的质量不到位 你无法组织战术球 没有变化 你的线路对方早就看得很清楚 那么篮网手呢 就可以非常有针对去 从现在的这个技术统计上 也能看出啊 意大利对他的这个发球的攻击力 并不是非常强 那么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 就对阵多米尼加比赛当中 各个对手德国啊俄罗斯啊 甚至那个日本队的二组打他 他的这个发球 他的这个遗传的成功率都很低的 嗯 看我们今天到目前来看啊 咱们不知道这一局半之后 他会不会发球上来 发球的质量 发球的成功率会上来 但现在来讲 就是意大利对了 七十八球的攻击力 整体不是非常的强 这是年轻的复工 齐里齐拉 二船马里诺夫 吉那里的进攻 和第14号的这个迪洛兹 身高都不是非常高 对对吧 卢夏波萨的1米75 然后他们的这个体型 感觉也不是那种 非常有力量的那种主动 就两个波赛地都是在1米8以下 吉那里的是1米84 迪洛兹1米81 这次独立的进攻击力 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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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王短平 其实我们在国际大赛的舞台当中 有的时候比如说 在十几杯这样的舞台当中 能看到非洲球队 比如说阿尔及利亚 肯尼亚这样的队 就一边倒的这种态势 这个也正常 但是多米尼加 他的世界排名是比较高的 世界排名应该是排在前六的样子 所以这次 那么两个比赛 作为一个权衡 有所侧重 当然也可以理解 问题也是因为马上要 又换上索罗凯特 扣三 到手打出戒 还真打到手 这很明显的戒手 对还真打到手 明显的就是往天上打 平打 这种球啊 就是攻守打的那一下 他肯定是想好了 就是平打打手出戒 对 16比6 领先十分进入到第二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因为我相信每一位主教练上任之后 他会根据这一段的周期 有一个针对性的设计 针对不同的比赛 他要达到不同的目的 肯定是有侧重点 比如说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 就是世界杯 然后是明年的礼游奥运会 世界女排大奖赛是一年一度 是FIVB国际排联的商业比赛 商业比赛男子是世界男排联赛 女子就是世界女排大奖赛 都办了有二多年时间 当然这里面最大的赢家都是巴西 巴西男排先后九次拿过 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 而巴西女排是十次 登上女排大奖赛的冠军宝座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每年的大奖赛 各个队应该来说 还是都是比较重视的 因为排球赛事呢 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合理 就在日程上设计比较合理 很有规律性 而且相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足球篮球 相对于另外两个大球类项目 就是排球比赛的 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要稍微少一点 但是上一次 tourism 对于特别人的 接近到上的 如果没有什么 我没going过 你不需要全到位 就大致到位的情况下 也是能下球的 对 今天东尹家队 对宜传接的 还真的是不错 但是 就是 对宜传接的 他定点栏网的水平比较高,所以他进攻还是被栏的多了一点。 中的主攻 暴露的确实明显,整个两边前排的两个主攻跑位,没有把后攻的掩护给拉开。 东文加队的整个拦网的手形几乎是拍打的。 这个跳发的性能相当好 好 男主席 他这两个二船手 意大利这两个二船手 年龄都不是非常大 一个96年一个98年 对 奥罗98年 一米83 马里诺夫是96年 一米83 两人身高就差不多 安吉莱斯 发球下网 如果说你和一个队伍打比赛 你要输0比3 每一局你都过不了20 那就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如果再不过15 又得下一个档次 就是对多米一家来说 和意大利打比赛 就过15都很困难 对多米一家二组的水平 确实也差了一点 但是平常一队的这个 替补的这个整体水平 也不会这么的差 对 就是昨天你看他跟日本打的 日本队派的都是替补上来跟他打的 就算是二组替补对替补的水平 他也确实也差了一个台阶 现在换的这个替补二传 看来呢 他的这个传球手法的稳定性 还是不如马里诺夫 这一传接的 但马里诺夫吧 有一点 他传球的手型有点开 嗯 好球 这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其实我们看似了一个 不是非常到位很困难的球 但是攻球的这个手腕的变化 对 大家可以看就这个一号 替补接应 索罗凯特 他说顶替17号迪乌夫 这个接应身高也达到1米8 巧妙的 就是我处理的位置和我怎么处理 这往往就是把不好球变成好球了 直接大力跳花得分 这样的话意大利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这是替补接应1号索罗凯特 这个队员看上去很有力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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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很高 对 对于这个女选手来说呢 确实是不太容易坚持 嗯 你看有一些队员呢 他曾经用过大力跳发 后来也改 改成跳发 发好了还可以 就是威胁力量速度啊 嗯 角度 你要发不好的话 一个是你费力 自己费力 再一个效果也不是非常理想 嗯 这样是25比15 这一局 意大利呢 是让多米加拿到了15分 目前在局分上是2比0 暂时领先 炫武激情啦啦 0 1940 D C ожно MING A 4 4 4 A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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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对我们家队打了这个球的这个时间差 那容易打破你的这个破坏 打成你的破坏性栏吧 对 看一下这是索罗凯特的一个后排进攻 7号古一击发球 又一次篮网得分 这篮网这个环节是可以一边倒的 这球还好 没直接丢分 被传 漂亮 可以打的还是比较快 比较平等 两局多一点点 以大利拉网是拿到了十三分 这边是 比较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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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应该说他们国内的联赛 这个创办得很早 那么在早些年 意大利的联赛 不管是男排还是女排 是世界上的最完善最好的联赛 水平最高 但这几年呢 慢慢其他的国家逐渐在赶超了 像欧洲现在像俄罗斯的联赛 这个球星的工资待遇是非常高的 还有呢 就是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这个阿塞拜疆的这个联赛 前几年呢 他们也是有很多这个投资商 是愿意赞助排球 还有大家熟悉的像土耳其 四号为进攻 这应该是狼网得到的第14分了 意大利现在用的这个替补主攻15号 这个15号队员叫赛拉 也是个95年的年轻队员 刚才四个主攻 就身高都是在一米八出一点 赛拉是一米八一 对对对 速度是非常高 但是整体来讲呢 他的协调力还可以 看他扣球的动作呀 整个连贯性 今年的女排大奖赛 第三周 意大利呢 将会有一战是主场作战 卡塔尼亚 第三周就是 下一周呢 有中国香港战 还有德国的斯都加特战 加上意大利的卡塔尼亚战 这个赛拉还是尝得很有特点 在意大利队当中 又有这小球上的 真是够粗的 对 这球居然直接电过了 赛拉确实是 比较粗线条的一个队员 后排防守啊 遗传的保证啊 加上你看他小球的 几个小球的上的这种效果 大家看样子 这个进攻实力还可以 进攻 应该说 制造出一对一的情况下 还有 还有些力量 但是你要全靠这种 刷拉网 靠个人突破能力 也不行 也不行 他毕竟他的高度在那摆着 对 得一分 确实像李颖讲的一样 这个队员呢 就有点蛮力 对 得一分丢好几分 不是非常的实用的一个队员 是 还需要慢慢的打磨 好球 奇里切拉 这个复攻现在确实是比较厉害 挑起了大量 从进攻到狼网 奇里切拉还是不错的 这个队员正好就抓住节奏 对 他今天定点的篮网 确实是手型的节奏 摆得都非常棒 嗯 恰到好处 对 多米加呢 还是应该求变 不能就是 对方这个篮网的节奏啊 包括火候啊 都把握得很好 这种情况下呢 要有一些变化 这球失误了 没有压住 索罗凯特 漂亮 这发球不错 造成了意大利自由人 德吉纳罗的失误 多米加队 他经常发球 能发出过往急坠的球 过往下球的球 下来还非常的快 现在是意大利主教练伯尼娜 要了一暂停 应该说印象当中 这是本场比赛 意大利第一次主动叫暂停 替补的实力还是弱一些 对 这个相互之间的配合呢 也不是那么默契 所以就要看多米加队 对方替补上来打 能不能跟对方 就是能有这种胶着的对抗的 这种次数多一点 来回球多一些 是 现在最起码比分 已经在逐渐的迫近了 就要把这个贡良过的 离応入 这球发了好 对我们说嘛 佐罗凯特他就是坚持大力跳花 对对对 佐罗凯特这发球 他这发球啊有点男性化啊 整个的这个抛起来球之后 我们看他在空中身体的这种 漂亮 真精彩 腰背的力量用得非常棒 真好 连续两个发球得分 一下又拉开了 16比11 现在来说 国际台坛上 就是女子的这种大力跳花 也很少会出现 速度这么快 对 有力量 对 不说 内容 尔也能说 一句话 当你利用 你利用 他的球连 对 你利用 记得 我都可以 你利用 一张 不大 你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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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索罗凯特发的这个球还挺有欣赏的 看得还挺过瘾 还有点叛点 对对对 就是在女排比赛当中能看出有点像那种男子发球的特点 高水平的 这不容易 因为这个男子发球 她们经常能发出这个时速到120 110 120这种速度 再加上我们现在就世界排台上 女子的这种大力跳发很少了 不多见吗 对 像我们国内以前像刘晓彤 是吧 张平 张平对 王立娜这个 对 杨浩他们 对包括王一梅 对对对 是吧 就是大力跳发 王一梅对 王一梅的跳发一段还可以 对对 一度还可以 曾成了以前也是大力跳发过 或者改了 改跳飘了 改跳飘 应该说在发球上还是 有进步了 对 就是她跳飘比跳发要发得好 对对对 还是要根据个人自己的情况和特点 这球又差点直接接丢了 处理的很聪明 没有落地 还有 给四号位 给这个赛拉 又是拿死了 这球还有很顽强 没配好 双方都是手忙脚乱 干脆还是给赛拉 赛拉继续打了一碰单 二船应该说 马里诺这球做得非常好 是给赛拉塑造出来一对一 他传球还是稍稍自我有一个掩护 有些望后仰 然后再把球推到四号位 这比赛大家可以看 就打到现在 我们看两个数据 一个是篮网 意大利15比1 发球 意大利5比1 发球意大利主要是靠索罗凯特 一号接应 19比12 意大利队应该说 今天整体的篮网 是非常出色 尤其是两边的这个定点篮网 手型啊 这个节奏啊 嗯 给多名家队的攻守 心理上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是 意大利在第一站呢 他们是和美国比利时 土耳其同组 那么输了一场给美国 这个也很正常 那么现在第二站呢 是到了这个日本旗鱼战 输了一场给中国 嗯 那主要是那天 虽然1比2落后啊 但是3比2赢了日本队 对 那场太关键了 逆转 因为现在 像美国啊 巴西啊 中国呢 表现得比较强势 啊 那么其他呢 还有三个名额 那么这几个队伍呢 也不能有 也不能大意 是吧 虽然普遍认为 现在意大利啊 日本啊 包括俄罗斯 可能希望大一些 但是后面 你比如说 像萨尔维亚 嗯 他没准可能会反弹 像这一战 他打得要比第一战好一点 还是这种篮网 意大利队的篮网 确实 这真的很棒 如果我形成了双人篮网 非常好的时机的话 成功率 篮网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是 你看他无论是这个主力还是替补 他篮网里面 其实你像主力队员里面 一个就是这个11号 嗯 其里切拉 另外呢 还有他主力接应 那个迪乌夫 现在呢 这个替补接应 替补接应 替补接应 索拉凯特 包括这个赛拉 都很积极的参与篮网 对 应该说他整个篮网的队员 手型还是都比较硬的 很少能 就是形成破坏性篮网 在这种数量的基礼上 对 他的破坏性篮网是非常少的 没错 就是手能定得住 手比较硬 这样的话呢 能够摁住对方的球 不容易被对方打穿 对 再一个 他的这个篮 多名加队的这个篮网的 时机节奏 把握得非常好 基本上这球啊 他扣的那一下 他是拦在他手上的 好多我们往往 就是你看打到这个 破坏性篮网 篮网 都是打到这个胳膊上 崩出去的 嗯 所以这也说明 意大利对他的这个篮网的 这个起跳时间和手型 摆得是非常正确的 15比20 这一局呢 由于意大利呢 用了一些替补球员 哦 看头 由于用了一些替补球员 所以呢 多名加终于能够比分超15了 还有了几个这种 反击防反过程当中的来回球 赛拉 这就一个失误了 赛拉这一段时间啊 这一传也丢分 是进攻也丢分 赛拉就是你把球给他传好了 喂好了 特别舒服啊 他可以打 稍微不好一点 他弥补困难球的这种能力上 还是欠缺一些 嗯 zod qu 帮你的翻车再度交战停 对 niin 来 在马远 为 OF 可以 来 他 对 对 来 看 对 拍 他 来 Ну 太 做 motions 快 这球 换下了钢塞雷斯 换上托里比奥 这边也是黄尔传 玛里诺夫下 奥罗上 好的防守不错 哎呀 刚才这个球滚网球 稍微呢 注意力有点分散 多明家队队员也挺聪明 塞拉在哪 他的这个球基本上就发 追发塞拉 对对对 塞拉现在看 看来 哎 有失 掌握不好球 看样子就身体素质还可以 弹跳啊各方面 有力量 有弹跳 但是这个球感确实比较差 多明家后排起球 调整弓 双方力拼防守 狼回 这样意大利拿到了本昌比赛的赛点 24比19 顾挡接外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最终的比分呢 第三局25比19 意大利直落三局三比零 轻取多姆尼加 这个结果也是在预料之中 这样意大利在这一战 他们是获得了五分的积分 好的观众朋友 那么日本旗艺战的 这个第四场 大家非常关注的 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较量 这场比赛应该会比较精彩 好 我们稍后见 向经典致敬 为勇者各彩 皇家传承 金剑男 邀您